哈喽大家好我是Emily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Huda Beauty Sapphire Obsessions 蓝宝石眼影盘的一个试色评测跟妆容分享 那他们的宝石系列我终于做到最后一盘了 真的是一盘比一盘难化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蓝宝石 那这盘因为加了一个这个带有绿调的这个黄色以后 就看起来非常的热带鱼 那它的一个构成呢是四个哑光色 两个这种珠光色三个大亮片 这盘的一个颜色真的是非常的别致 我们先看一下手臂试色 这盘的一个手臂试色真的非常上色是不是 特别是它这几个蓝色的亮片还有珠光色 那我们就一起看一下上眼效果如何吧 先用这个哑光的浅蓝色打一下底 然后把这个宝兰的哑光色涂满眼窝除了眼尾 我们下来看看这个颜色的椎子 然后再来看看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的颜色 这盘的颜色是一盘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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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care得到那个颜色 我可以把颜色的颜色 这个颜色要一层层叠加才行 然后再把最深的这个哑光蓝色压一下眼尾 晕染刷再沾取这个浅蓝色晕染一下边缘 接下来把这个湖蓝色的亮片拍在眼皮中央 因为这个亮片飞粉蛮严重的 所以把刷子喷湿以免掉的满脸都是 再补一些这个眼尾 再晕染一下上边缘 下眼影的话先用这个黄色打一下底 然后把这个蓝色的珠光色沿着睫毛根部画满 再用这个深蓝色的珠光压一下下眼尾 再整体匀染一下 那最后再补一些这个黄色在眼头 不怎么上色哦 把刷子喷实实实 好像稍微好点了 好了那眼影部分就完成了 我先去把妆补完 那这就是这盘蓝宝石的一个完整妆效了 那我还挺喜欢这个妆效的 我觉得这盘的一个蓝色真的非常好看 也非常的特别 但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用它 因为这个颜色真的太舞台 太戏剧了 我觉得我下一秒就要去跳孔雀舞了 那么粉质来说的话 我觉得这几个就是蓝色的珠光大亮片 都非常的漂亮 都非常的显色 那它的哑光深色就是这两个深蓝色 它上眼的一个饱和度不是很高 你要一层层的拍上去 不然的话它不会很均匀 它还是能看到你眼皮皮肤的一个颜色 那这盘这个银灰色亮片真的非常差 它就是脏脏的 银灰色里面呢 有一些像那种灰一样的黑色的闪粉 这个颜色真的很可怕 那这盘我用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像这个 我最喜欢的这个蓝色闪片 这个湖蓝色会给眼皮染色 这个就是我用水油分离的眼唇卸妆液 它卸不干净 然后我再用那种全脸的卸妆油去揉 揉了好多好多好多次以后 它才慢慢的掉了 所以用这盘要小心 那到最后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不是喜欢这盘 因为这盘那个颜色跟它的妆效真的是非常特别 但它又非常的不日常 它里面的粉质有特别好 特别显色的地方 但又会给眼皮染色 很纠结 我想知道买了这盘蓝宝石你们的想法 记得给我留言 好了那这就是这次Huda Beauty宝石系列最后一盘蓝宝石的一个试色评测 跟妆容分享 希望大家喜欢 那不要忘记给我点赞跟subscribe 我们下次见 拜拜